大家看標題應該知道我們接下來要開始做DRG這台車 但是其實我們的計畫是想說 等DRG的七騎上市之後我們會去買七騎的車 至少我們要買來拆拆裝裝稍微研究一下 然後才能開始正式做DRG這台車 不然我們沒有拆車沒有練習沒有抓數據 其實我們比較不喜歡用這個方式去做客人的車 因為我們也發現說DRG的七騎應該跟六騎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可能就是燈具的差異跟動力部分 但是應該95%以上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想說準備做了七騎之後 我們連六騎的車、六騎的DRG都可以一起做 我們之前的計畫是這樣 但是因為最近實在太多人私訊我們說 到底可不可以做DRG 就是請我們一定要做DRG之類的 那因為這種的訊息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們就決定提前做DRG這樣子 但是因為我們畢竟手上沒有DRG的車 所以基本上我也沒有拆裝過DRG這台車的任何部位 我只能用我玩車這麼多年的邏輯去拆裝這台車 但是一定你們如果來改裝的話 一定會看到我 你可能頭幾批車啦 如果你是前幾個來改裝的客人的話 你可能會看到我們拆裝比較深處 找鎖點、找位置等等之類的 那就大家不要見怪 因為畢竟那台車我沒拆過 如果你是想要來改傳動的人 可能你如果是剛好也是前幾批車來改裝的話 那可能我會試比較多次的傳動 因為我必須要抓一個比較好的數據 去配這個傳動 所以也許啦 講坦白的 可能你們前幾台車來 也是有一點像白老鼠的意思啦 反正就是你可能是我們第一次拆的DRG 所以如果說你真的不介意的話 那你再來找我們改裝 那如果你很介意的話 就不一定要找我們 畢竟我們還沒有正式開始做DRG 所以我們改裝品不會備DRG的東西在店裡面 如果你想要改什麼東西 你就跟我們講 OK的話我們就訂 然後到貨之後做安裝 基本上可能大部分的改裝品是不會有現貨的 比如說消耗品的部分 輪胎或是煞車皮這類的 消耗品的東西這個我們會備 這個我們店內會放現貨 但是改裝品類的部分 可能就沒有辦法放現貨給你們 變成說你們要訂要等 如果說你們可以接受的話 就是這樣子 然後DRG的部分 我們目前可能一律都先做底盤的部分 避震器、煞車、卡鉗、碟盤、傳動、排氣管這些 我們目前只先做這些 小東西小配件那些什麼殼啊什麼的 我們基本上就暫時先不做 我們等到真正拿到DRG 7期的車 我真的有去實際拆裝 知道說這台車欠缺什麼東西 欠缺什麼小零件 那我們才會開始販售 那目前來講我們就是以底盤的部分 做改裝這樣子 還有一點就是 為什麼我們開始做油車之後 我們只做新車 而沒有做舊車 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 舊車 比如說你可能已經在別的地方改過了 或者說你已經被別的間店改壞了 之類的 或者說他可能你之前的店家改的手錄很不好 導致說可能接下來要更換東西的拆裝 非常困難 或者說可能要做破壞性的拆裝 才能夠做改裝 有可能啊 這個我看過非常多 即便連六代 我們之前做六代要拉油管嘛 殼要全拆嘛 就發現很多店家行車記錄器的線都亂簽 然後鏡頭都放在一些很詭異的地方 導致日後維修非常的困難 其實很多店家在做改裝都沒有在想說日後 他如果要拆這台車做其他改裝的話 我這樣子的施工方式跟配線走法以後好不好拆 應該百分之九十的店家完全沒有在想這件事情 他們都覺得說哇這台車弄一弄好 反正他應該會去別的地方 他就不管了 這個是我不做舊車的最大原因 就是因為 譬如說我現在做近戰的12345代好了 那些車應該不知道被拆幾次了 改裝品也不知道被弄了什麼東西 一定幾乎沒有新車啦 絕對不會有完整全新的車來我店改裝 應該是不會有重車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不做舊車的最大的原因 那好我們今天竟然要做DRG67的車 他這台車已經一年多了嘛 表示這種狀況應該會發生 所以說我必須要在這邊講 我們店如果說你已經被改到面目全非了 或者說你已經被改壞了 我們店一律不做維修 我一定會叫你全部重改 全部換掉拆掉打掉重鍊 因為我沒有義務去幫其他店 Q side 然後只賺那麼一點點的工資 然後再來就是說如果你已經在DRG這台車上 改了一些有的不的東西 導致拆裝非常困難 也不是說他改壞了 就是說你裝了一些很詭異的零件或配件 導致我要拆裝這台車非常困難的話 那我也不會接這台車 基本上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目前我們的規劃啦 那當然你們一定會講說 改一台車規定那麼多什麼有的沒的之類 其實這個規定就是保障你跟我啦 畢竟一台車很多人摸過 拆裝很多人拆裝過 一定都會有爭議 今天這個東西我拆下來壞掉 那是我拆壞的 還是上一個店家搞壞的 我沒辦法跟你講這件事 因為好今天跟你講說 哇你這個東西就是上一間店弄壞的 那我是不是在給你之前那間店駐俠 車界很容易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為了避免這些有的沒的問題產生 所以我們才會做這類的算是規範啦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DRG車主 那就過來我們店改是OK的 那如果你不能接受呢 也沒有關係我們不勉強 那我們正式會開始做DRG 就是我們正式店裡面會開始放DRG的現貨 那應該就是七騎車之後的事情了 在這之間如果說有想要改DRG六騎的朋友 可能稍微忍耐一下 你可能要的東西都必須要用叫的 可能會中間稍微等一段時間 那如果說你OK你沒問題 就私訊我們粉絲團 我們會稍微問一下 你可能現在車有改了什麼東西 我們再決定要不要接你這個case這樣子 大家記得防疫期間一定要戴口罩 然後多洗手多消毒 因為現在蠻嚴重的 如果萬一封城 大家都不用玩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防疫的安全 OK 掰掰 炸家 炸家 封镜 炸家 炸家 他